他最后晾了四个英雄吗 对 杰 你把杰也算成一个是吧 杰 这下一剧还没人选是吧 我就不信就是 这种会有杰 不是 左边出杰我觉得有概率 右边感觉不太可能 对因为右边生死战嘛 也不是生死战 就是说有影响的 是 这左边是可以快乐快乐一把的 总共其实比较平淡 因为一波就结束了 主要是我那边算是 我相信观众也跟我一样 就是期待了很久两边要打那种 大规模的团战 但是没有想到RA 说实话是一碰就碎了 是 你是碰了一波 不是什么零换2 你是零换5加大龙 那游戏基本上就是 记了 就这种感觉 好 那我们进入游戏 蓝色方EDG 红色方的RA啊 今天的第二个BO3的第二小局 这个一上来 即时符文都比较正常 感觉接接着吧 就天赋符文都不用换 小符文换个魔抗 是吧 乐言是带了电行暴扭 这局他们打PUK的话 就没有征服者的价值 大家还是很想念 拉个蓝了 那肯定得 我们都很想念啊 到时候 对吧 真的期待着 万一有一天 又与他在赛场上相见 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 我们又结束到他的比赛 Scott这一场带了一个爆破 就是瑞兹打小炮 这个中路的对线 在我的理解里面 就是谁掌握了雪球 会很像上路的对线 就是这个雪球会 在没有打野的帮助下 或者其他辅助过来 这个雪球会一直滚 因为单打单 就是谁领先的 就很容易一直领先 他们这时候感觉 如果给他玩出来了 挺难受的 大气候赛 就这版本 小炮他一抢 然后他还不拿去打AD 现在 RNG是已经有了 这个小炮的上中的 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 这赛机7-0的霞 现在 看能不能拿一个8-0 他的霞我印象也很深 虽然 对吧 挂点上感觉杀了 双闪牛头Q的好 还是要打闪的 这波牛头不Q 感觉两个人都闪过去 那个 就是WIPER闪过去 那个平A打出来 真杀了 是 我牛头Q的很好 牛头是 直接保住了 但是这波也很难受 而且 直接是回家 感觉钱也补不了什么东西 饼干卖了 买个复用性药水 再回到线上吧 对 我觉得卡莎这个英雄 他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他的对线真的 不强 那他对线再强 这英雄 对 所以我觉得就说 因为我个人认为 LCK其实对于 对线的 重要级来说 摆得会比LPO 再高一点 所以他们狂卡丽斯塔 对 所以他们的下路组合里面 其实是 很长的时候是强 强辅助 然后AD是要看 对阵然后来决定 就他们的考虑 我觉得是比LPO来说 对于团战跟 对线的比例来说 是更偏重于对线 是 要不然你说 萨米拉那个英雄 就选出来 他价值很多 就是他对线能不能 去打出巨大的优势 下路一开始 是两边换了一波 AD的一个技能 但堂这里 等于多加了一个闪 但因为前代莉莉亚 前代上半部 准备要来反 乐颜的一个F6 所以下半部 这波的推线 也是比较安全的 哎 乐颜走过来 哎呦 杰杰没有反 杰杰在蹲 但这个地方 乐颜 在想 他在考虑 Q一下跳进来 就发现了 哎呦 这一波直接打半血 但是也还好吧 而且这个Q扎到了 乐颜这边敢跳吗 血量很诱惑 跳下去之后 要被小胖 赢了一套了 爆炸火花 叫闪吗 刷新了爆炸火花 刷新了火焰 两下 差一一下 又换掉了 这波两个人 都很勇啊 是 最后这个双buff 是不是已经 消失掉了 对 因为是互杀的 一个局面 双buff应该是 直接消失在空中了 感觉好像 杰杰的W技能 没有打到 对我也感觉 没有打到 因为只打到了 一个Q的伤害 好像 对 一会再看一下 主要这个 自己的一个力量 Q技能外圈以后 大量的伤害 要来自于 自己的金狂弓 对 再看一下 对 这个218 感觉是 打在小鸟上 对 打在小鸟上了 对 没打到 这莉莉亚的 这个W的中心 判定范围 是真的很小 就玩莉莉亚的 玩家们 一定都都懂 因为她的技能 设计的初衷 是为了 让你睡 然后接这个W 关键是 你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 有个小小位移 真的是有个 小小位移的 这个 你说这个人头 如果被解斯拿了 对 圣枪科 直接 打打一个 双霸弧兄弟 回来了 原本这个 Cube都已经要回家了 带了一个 挂上印记了 可上 但是 火箭跳也已经交出来了 跳上来一套吧 有电型 毕竟 但毕竟你TP交过了 Scar这波也是 比较伤的 身上 好走位 这刘温种中了 甚至有危险的 为刘温种减速 莉莉亚这个 掠食者跟上来 乐言可能要死 但是这好走位 但是这波又被反到了 而且 是把美口叫过来了 惩戒回了血 看一下 怎么 我感觉 EDG最近 这个打也 可能有跟 长老做一些特训 这种卡式 也现在感觉 一套一套的 中路这边 感觉甚至像 越封过塔的 推到了 脸上以后 一个 轰弱 再配上 结局的一个 飞花榻 达到了这个人头 因为美口的移速太慢了 这两兄弟直接搞了一个那种排球配合 是 斯高特来一波一传手 直接是一个毁灭设计 把人推过去了 推到了瑞尔的那个技能范围里 没有六级 还没有一个小车 可以赶点小路 这是船死 那现在 RA这波 有一个 打龙的一个机会 毕竟下路线推过去 而且刚才大量的时间 这个 瑞尔是不在线上的 就节节一定是得回去补一下自己的发育 刷个六级 是 上路这把的对线倒是很平稳 感觉两边的上单确实在本赛季来说 不能说是偏进攻属性 对吧 在这个 人人都是摇富 然后上路打得很激进的这个LPO的时代 他俩都属于就是稳住 然后兄弟们等他们打团 比较不偏队伍的前期的进攻核心的一个位置 姐姐这里也是继续的在反乐岩的一个野区 有自己家野区都不刷 过来一标没标到 刘沃总空了 但是跳脸 火箭跳脸没有减速到 很伤 乐岩这边回身也是人形在站起来 是 还想再打这个红buff 主要上路纳尔这边 刚刚变小啊 这红buff感觉打不得 对 这就是前面在等级地的时候 你这种 海特斯闪 闪出来 直接打起来 盗窟勾到牛 牛这边交闪之后差两下平 阿莱特斯闪 差一点点闪现 A掉之后 Mako在帮忙扛塔 哇 这很细节 而且他还想 偷盗窟 偷F1 偷一个人 是的 还想按偷 是 感觉Viper这个羽毛总是 常有一些伏笔啊 是 这波Mako也是很细啊 一时间把这个防御塔的仇恨也搞住 是 这已经完成了 二打二的一个限杀 他这侠好猛 他这个侠 感觉那个倒勾释放的时候很猛 这波也是他直接配合Mako 给倒勾勾住了 打断 没打断到 Mako已经回去了 现在感觉 EDG也是把苗头直接走 指向了Han 是 那如果你让 比如说暴女啊 瑞兹这种英雄去野区打这种2v2 其实并不是他们想 不是I想遇到的一个局面 I更希望现在是我发育 发育到一个中期的时间点 然后掌握第二条的先锋 跟中路的一个推进的一个Poke的一个机会 这段时间 他们要 想开 但瑞兹有6的 这个Q都没抓到吗 但是也被退掉了 感觉这个Q 瑞兹这个身材太苗条了吧 但他的马很大呀 这都没抓到吗 我怎么感觉那个动画看起来是标到了 对 我也感觉抓到了 是 这证明 真的是 因为他也没有W就是 对 他也没位移什么的 对 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 身材苗条有好处啊 毕竟是少女嘛 是 新英雄又是一个那种 很有特色 特力疯的 对 敢拿个剪刀追着你 只能说PASS好吧 晒个黄喜 看到那个英雄 很多人在讨论他跟这个 涉体的对针 对吧 可以 那另一种意义的长手啊 那个 到底是你的拳头厉害 还是我的剪刀厉害 就感觉 这个英雄现在已经是很多人在讨论了 W1 A3下 直接刷新火箭跳跃 在走位扭个超复合 福伯刚刚 被这个 Skot的一个距离 刚有收这个 技能的这个 举措 对吧 就少打了一个回头的换血 但感觉福伯的瑞姿 压力还是比较大 主要现在 这个自己家的野区 老友对面的服也过来 又同一个位置 同样的睁眼 突破的波已经读出来了 是 姐姐这边狼头开出来了 但这样的话 先锋可以有机会 直接把中路的外塔给拔掉 哇 这个局势现在 RA又很难受 现在让EDG这个中塔 如果推掉的话 小炮一旦转起线来 那你这个边线的防御塔 也要遭殃了 而且他现在转线 如果能特别早的转 就说在渡层还没掉之间 小炮就能去边线推 对 那这个前期血球滚的 可是真的受不了了 就第二局 就第一局 其实前期的十几分钟 RA跟EDG的中单 其实发育是 对着发育的 但这把其实EDG 直接针对了 瑞姿这个后期 可能作为 R 随道交散 随道交散过来 顶手解围 但是立刻Skout跳上来 这波感觉露言要避死了 Skout是有闪的 大不了跟闪AR AR 杀死了 有大不了 往上跳吧 是 这波往上跳之后 Maco直接回身 运铁出界 R开 Skout的掉牌 这个皮皮走了 这你找谁说理去 哇 在自家的三郎那种 说实话是蓝色方 很 很难全身而退的一个 R野区 但真的就给他们 把热言杀了 然后走了 也很气 好吗 好气 这个RA来讲 你看这波 其实暴女前面 没办法 这个 右边是刘渥 左边是 这个飞花菜 斜斜的这个Q闪AR 这一套玩的是真好 他这个 很多次了 他对这个Q闪AR的把握 很到位 坚毅诺手打野 坚毅诺手打野 好吧 这两个时间还真差不多 就那个Q完 到生效 对 那个Q闪的那个 感觉是很像的 你的意思是C黄 玩个英雄应该还行 大啥是吗 等着什么 主要昨天那个 我们在说那个 Murken Blade 那个诺手 他那个挺进 就感觉玩得像个卡特 就是挺进加Q 加伞 哦呦 大纳尔从那边闹过来 怒气已经是要结束了 但下面先打起来 Q不直接白给 闪现没有焦白给掉 赶紧用曲线去晕 揍一下 iBoy iBoy在 最后血量很危机的时候 走掉 但是杭子的位置 没有躲掉 这个小飞标的定位很准 是的 直接是卡了牛头撤退的位置 小飞标把这个人头拿到 那中路的方向他也要掉 并且龙也要掉 感觉这把又有点大化了 濒临结束了呀 说实话 前面这么大的一个优势 在这个阵容的情况下 RA是没有什么反抗 反抗的余地的 就我感觉这个版本 说实话 因为那一天 就是昨天嘛 DK也选了一把 暴主加鲁 就这个版本 我真的觉得 Poke不行是吧 对 Poke至少11.5 不太行 就可以 就杰斯的Poke 我觉得杰斯是一个 绝对可攻使用的上路英雄 而且他的强度是 在我这里偏高 但是 就是没有必要搭Poke阵 你懂吗 就让虎一跟杰斯 做单Poke 可以 下次有没有建议 有人选一把 维鲁斯索一抱 女杰斯 只要因为现在的先手 太强了 你要想 尤其在LPL赛区 就是这些先手是 这一把是都已经 没有乌迪尔跟人马 你要想 这两个英雄出来 那个练金怪 那个移术是 不讲道理的 很坏 上路这位置 Cube感觉又威了 直接夜来遥睡 睡住之后 先打一个W 两个没推 记得揉到一起 是的 很有鞋子配合 是 直接一波这个 通力合作 是 就是你要惊醒梦中人 绝对要一起叫 一起 这波 真的能打吗 说实话 这波应该是要打三打二 但好像被察觉到了 是 哇 那这样RA还是很亏 上半部又被抓了杰斯 主要杰斯 我们说进时出来 应该是他要 新什么 新时出来 他应该是要开始 垂纳尔的时候 但他下路那波龙团 现在这个转角 被对面 O-in 然后秒掉 然后上路这一波 又是被抓死 这球 真的感觉有点无奈了 现在这个局势 只要你甚至看到 这一个局面就说 还这个中野阵容 他 他双AP都没有逼迫到 多多去出一个水银穴 对 这把这个暴女 现在都很 就是 刷这么多刀的情况下 我感觉都没什么用 打起来 暴女打团刷起来真的 一般 太一般了 因为昨天DK第一局就是 KD选了个盲 选了一个盲仔 你知道吗 但盲仔那把刷刀 我记得是被 KD给刷烂了 你知道吗 他老盲生了呀 对 但是打到最后 你感觉 这个打团 暴力也没有比盲森 多多少作用 盲森好歹还有一脚 嗯 还有一脚洗白的机会 现在感觉 EDG是 请进破坏 先把果子给你点了 断你退路 是 然后 但是后面小炮 被牛头组合了 还可以 这波起码是 没有在深追了 主要是 他也在上半步 要打这个先锋 这正面 EDG只要把 Buff守住 这波就是 成功了呀 哎呦 中了 哎 身上 有拳招 QB的锤子 是明显不敢来锤 Fiper的 只能看锤一下 远程兵能不能 AO1到 但上路的E塔 先被Wiper点掉 这Wiper胆子也真大呀 这就一打一 又中一炮 又中一炮 但也无所谓 他这个莉莉亚在身边 杰斯有眼 也看得到 莉莉亚在身边 FOPPO在下路 换掉一座防御塔 是 RA这边在保着FOPPO 而EDG这边 则是保着 上路的Fiper 然后两边交换一波经济 但是这一波也是让 杰杰是收获了一个 峡谷先锋 而且中路外塔 是很早的就掉了 所以这个先锋 是有机会来 攻克A的一个内塔的 或者是铺垫一下 待会的小龙 但这把EDG 其实龙应该不是重要的 他们优势 想要滚雪球的话 应该要抓 这个霞跟小炮的 两件套 就可以尝试去 做一些大龙的 一些B团 是 两件到三件的 一个时间吧 就直接来了 瑞兹在的呀 我这是要拼担 Q马睡 在等队友 他等着小炮来 这个W 打不打血 再Q一下 但Q还没Q 小炮也来了 小炮也来了 我觉得FOPPO 这个时候 可能要选择开车了 又一个兄弟 没上车 但是Q马这边还在绕 A的大龙也赶到了 反正是Mepo这边先被起火 看一下Q马这个位置 交了一个闪现以后 但是还是被R加爆炸火 给炸死 然后两个PoG技能 都是被输到的 一个火箭跳跃给躲掉 FIPO在中部直接来通 A的中部内塔 这个狭有W的一个攻速 感觉内塔这波要直接被点掉了呀 是的 IPUI刚才有点 预判第二个火箭跳跃的意思 但是还是没能中 这波最终是打成了一个E换1 但是EDG多换1做防御塔 这纳尔狂起啊 纳尔这波从下路 直接又中了一波兵线 这杰斯一感觉 这几分钟 这大概四五分钟里面 它是一个极度爆炸的一个球 没法玩啊 这种真没法玩 S高的还在蹲 没大招的 赶紧跑 这个位置FOPPO没有机会放EW 就是瑞奇现在最主要的一个 虚弱 这波W起手有了呀 原来太不解了呀 玉铁树上来 被牛头顶开 这个位置霞来了 但是感觉留不住了 哇 它还要绕吗 它要打 有TP 这波就要打霞来了 哦 直接R所达 再三点多飘 我的妈呀 这个操作 而且它应该是倒勾到了乐眼 是 但是这也太狠了吧 一个绕后的霞 它主要用狂风之力加闪 去做一个拉羽毛的一个举动 这个小航在他面前就像一个憨憨 当然不是小航的问题 白纸 像一张白纸 就是所有的技能都 明人堂解说的这个用词 我们要学会 对吧 这所有的技能都被躲了 主要那个W 我觉得R躲了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小航直接Q闪 被他闪现躲了 就感觉这一波Fiber是 化身为一个刺客侠 对吧 他打得更像一个卡沙 来看一下这波 然后 它是先躲锅 大招躲 然后再叫闪现 主要是个Q闪 小航这波其实已经在第三层了 就小航觉得你这波应该 你落地 你往后闪 对吧 我直接Q闪你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 他直接往前面闪 这直接操作起来了呀 刚刚我们在17分钟的时候 看过EDG的双吸领先 是已经接近2000了 那现在这个差距应该 在AD位置来得更大 iPhone身上回家 应该是有了自己的神话装 但过后一整件 睡 车没睡断 但是落地睡着了 对 疲劳驾驶不可取啊 对还是大家这个 该休息休息 对对对 然后自己的身心状况 一定要非常的健康的时候 再来开车 这是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是 打得太激烈 下午前方 主要这个 没空放 确实立立压 这个我们所谓刚刚在讨论的 他疲倦进入睡眠的这个机制 对于瑞士的取经责任上面来说 这限制能力是比较低的 对 就刚刚其实最简单的是 小炮如果在这边直接推一下 那那个车就没了 哇这先风还能春游一搏 从河岛一路走到上路 这波确实 而且EDG的人也全部跟过来了 都是从中路转到上路去 然后在下路做 这个堵线的 Skot是有TP的 这可以是往高地撞 20分钟出头的一个timing 感觉 哎 经济的差距已经被拉到了 有点大了 大家小航那边过来 但也没有闪 他直接一路把高地撞掉了 而且这时候你看 说EDG这个分线 一直都很合理的地方就是 他每一波另外一边在做事 他像 没有人吃线 而且吃线的这个人都是很关键的人 而且都是有TP的 对 我有这个职业一到两个人 没法追了 就是这种小的运营细节 对于EDG来说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队伍 它的运在这里就是 我感觉是跟这个后勤团队是密不处的 这就是一种传承 我觉得EDG其实在去年 就算战绩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他在这种细节上都是做得不错的 去年你说实话 他打的不好的原因是因为 他会打团队爆炸 对吧 这个是 然后大龙决策出问题说来了 但是现在感觉这两点 都已经做得比时间好太多了 闪线条开过来了 牛头这位置没闪的 直接回上二连 但是有大招这位急杀了 直接开一个表表 躲了一点伤害 外面向前的狂风之力 配合着跳出来的小大 这边是透露的伤害给瑞尔 他自己立刻被移到隧道 风波这位置感觉醒了之后 小波要上来了 小波这位置被乐言挂到印记 但外面这边一个赶着所有人 哇 一个 倒勾直接勾死了对面的一个中野 然后打出了一个 应该没有团面 杰斯一个人回家了 杰斯林杠三 刚刚是拿了一个触碰回家 但是正面已经是四个人 可以直接爆炸来打男爵了 一盘 这点瞎一点 真的 就是感觉Viper的侠 真的把这个英雄的上限 给在赛场上面打出来 这他的侠是非常具有进攻性的 哇 这波闪线条 是利用上马的一个形态条 然后牛罗知道自己走不掉 反手Q技能 但因为今天的血量比较低的时候 有一个精神保命 然后Viper先交 自己的一个道具去追 然后另外一边 因为远方的一个流窩手 加上叶蓝瑶 Volvo原本一个撤一包的位置 反而是自己要想办法撤队 但是靠得过来 只吃了一包以后 直接被乐言一个普及 乐言这一波 还是很关键 但自己残血的一个中野 被Viper给瞄准了 然后 又流出了 但是有一个果子 赶紧取经折越加 赶紧留 赶紧留 现在闪现 W再Q 跑出标准 没问题 是 我也没有交赛的空间了 但是我觉得打团 处理不掉霞就打不了 除非就是说什么 牛头Q闪 霞没反应过来 然后又被顶 也不太可能 要打霞的关键 在右边的阵容 其实是杰斯 就是必须靠杰斯的poke 去压制住 对 就是让霞不能满血 去接这么快 他和朋友狂风力都往前交了 对 这怎么打 他都可以站在你脸上 这个牛 想开 但是这个位置 感觉没有人跟到出出 说实话 这四打五 难打嘛 这个牛有点小迷路了 已经让Viper 七颗人头了 再一颗人头就可以超神了 有闪现的 挺进一段 咱家小怒气 有闪现 被定数了 W先把自己打大 是的 想闪了吗 并没有 石头减速 要在这个位置 想闪了 哇 打出两个闪现 是的 再一块石头又减速到 莉莉亚紧随其后 莉俩这位置 开一个中央 但正面霞又来了 哎呦 这个霞赶着 对面的人在走啊 两边Iboy Iboy这位 感觉退不掉了呀 因为R7能稍微 拉扯了一下 但是还没有机会 我想刚刚Iboy 是没有交伞 I也是用狂风之力 然后Cube是交伞 去躲了 刚刚盛江哥的 一个伞线 是 他去推水晶了 推水晶了 你看他横着走 你看他这把 像个螃蟹 横着走 三个萌多 闪见跟闪 哇 哎呦 惩见了 很多人回旋也无济于事 就感觉 一地狱的状态 也是在我们季后赛的 前夕 也拉满了 这兄弟感觉 感觉就 你这侠得吃边 对 这兄弟感觉 感觉 如无人之境 要不然就参考 这个 打KT 沙米拉打霞 对 沙米拉确实可以 这对线沙米拉打霞 霞是很难很难 打的 挡挡 挡挡 这种东西 百分之百 获到的呀 是 哇 对吧 节奏 说实话 这个风龙魂 可能都不一定会发生 感觉应该没有风 怎么说 十个MVP 十个MVP 啊 对啊 就这把 他要是再拿 他也十个了 对吧 因为上一把 是打野 但这把感觉 确实现在感觉 他连送三波 可能就 什么一个 反列了 反向啊 这散线 太难了 这那种 往后放羽毛 散线拉道沟那种 然后飞对面 散线躲 可以 然后牛头过来 直接把它顶回去之类的 男爵收益也是 非常的夸张 太夸张了 这甚至就说 现在感觉 直接就等中上兵线 推下路 这游戏 他现在吸血也起来了 结束了 他应该是带血统 对 这种都是点血统的 现在AD 基本都点血统 就 因为你现在 不怎么出那个吸血装备 是 就是 这个酒的一个 普攻吸血还是挺赚的 对 再一炮 但这一炮是 圣强哥帮忙吃下来 准备要被 开车送牛了 送牛了 最后的拨文了 来一下 来了 窝轮练剧棍 下这边 直接交出来 往后走 被Q弦 但是队友跟不上 牛这位置 被送过来 是真的送掉了 前面一个吉友 直接把两个人给吸过来 翻转直接超神 又是一个夜蓝 又要睡到了 正面的一个Q宝 快跑倒下 又是到了 直接往前跳 想要找三杀 但是这个时候 Fofo已经是残血 跑到了自己的一个圈层面前 小包是拿下来三杀 想要找四杀 最终EDG在RA最后的倔强 反抗之中 处理得非常地冷静 拿下了一个2比0 最后车波也没办法了 你等着兵线全进来 你也是输 还不如等待着 对方推高地的那一瞬间 来点主动的机会 确实他们只有这种选项 是的 但我们还是要恭喜EDG 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 是锁定在了第二的位置 崭新逐日 直见收官 今天EDG也是非常漂亮 也是以三连胜的一个姿态 锁定了我们常会赛的第二名 坐落在我们季后赛的 23670的这个半区的 这个位置